大家好呀 我是凌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 兽主卡组的视频 正如大家所见 我用的是城之内 只是 他的身影有点怪怪的 可能是他敢冒了 但这个不是重点 好 我们的先攻 先来一个兽主卡组的经典操作 攻击表示召唤一个兽集士 然后丢弃手中的野兽之王 从卡组特殊召唤一只魔家 再把魔家解放特殊召唤目的里的野兽之王 没错野兽之王的这个效果 从目的也能发动 所以说是非常的方便 对面看到 吓到只盖了两张牌就回合结束了 没有办法嘛 毕竟是性质 不太会打牌 诶 呃 这 银烟卡组 这 就有点怕了 这副卡组对薛卡流 是没什么抗心的 看来只能找个司机 把对面给一击毙命 不能给他太多操作的空间 好召唤那个肉丝集士 然后发起攻击 然后就出现了这个东西 然后抽三张牌 感谢 现在卡组还有很多 所以我先不慌 攻击之前对面没投降 大概率还是能挡着这一波攻击的 突然对面有一个遥控器来挡了一波攻击 好的对面召唤了一个 碰死战士 把我的野兽之王给打爆了 诶但是这样我就能处外目的两只兽子怪兽 然后特殊召唤手牌的 黄飞飞 呃 当我明说 它这效果只能在手牌中发动 所以送入目的之后基本上是没什么用的 但是没有关系现在还是我在上风 把两只怪兽作为祭品上击召唤 失误了失误了 这里根本就不应该做上击召唤 我有两只兽机士 如果两只都攻击的话 不只可以攻破对面的碰死战士 对自己的损伤不大 还可以让对面的生命值造成严重打击 现在我做了个上击召唤 也就是说我自己一个人承受了所有 非常的贵 好的进入下一个我的回合 用谢伟师的效果 把原本做祭品的两只怪兽特殊召唤上场 虽然看起来上场只能当个花瓶 但是这是一个事前准备 发动攻击对面是个魔法提灯 啊这 我的事前准备 诶 你 你别跳针啦 啊这我的事前准备没了呀 只能在招别的怪兽 但是我手上都没 一个正常攻击的怪兽 但也不能不招 好先把这个金矛召唤上场增加谢伟师的攻击力 但我就不用金矛打人了 800攻击力我打个盖卡 要是他2000防守那我不就完了 好的对面还是一样的车座盖了两张卡 然后就回合结束 我们用谢伟师随便打对面的一张盖卡 然后对面一路生物的反转效果 让我场上的一只怪兽去踩一下自己的场地 这是什么奇葩的酒 好的对面人在执行 一阴间战术盖了一张牌又回合结束 好我的回合 呃我的看不见我出的是什么了 诶 你你别自己动 诶 你别自己动 诶 一个控制器能怎样啊 难道你还能秒我了 控制器 诶 等等等等别别别 诶 诶 诶 可以 可以 诶 以上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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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切把眼光的 可以攻擊 要來自打破 一切把笑 要來自打破 一切把握 要來自打破 要求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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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isdom。 珍等。 對比時, 是我的勝 。